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環境打掃乾淨 然后再看看说 今天客人的预约流程 客人几点来 然后客人还没来的时间就是 我可以里面整理一下 我这边帮客人服务的项目就是 洗法 烫法 染法 我希望客人来这边的就是没压力 所以我不太会去推销客人说 要购买什么产品 我并不会一直鼓励客人染头发 因为毕竟这是化学的东西 因为那天他出门的时候 他是跟我说他要出去玩 他中午还有传讯息给我 看起来的语气蛮开心的 结果过了一两个小时 他朋友打来说他车祸了 他说他们跟SARS车相撞 然后没有被压过 电话挂掉马上找我先生做駕鱼车祸了 车祸其实我那一段戏我已经没有了 听说是转弯路口啊 我跟水凌预班车差撞 到急诊室的时候我绕了一圈找不到我儿子 然后问急诊室医生 他比着后面就在你后面 那个就是你儿子 已经撞到我认不出来 我就跑去跟他讲爸爸来了你休息 然后他的手指变形了 然后脸也变形了肿胀 然后这边撕裂伤 这边撕裂伤 忍不出来 急诊室医师就开始跟我讲他的病况 第一句我还记得 就颅内出血 严重脑震荡 颅骨骨折 后面一堆骨折 最后那一句我还记得而已 你儿子快死了 有可能等一下就走了 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刚才说叫车好 麻烦你不必平安堵过 感谢 医生讲说可能两小时后就离开 我想说怎么那么厌走 整个都撒住了 所以那一天我也有去楼上 因为我们家有土地公有祖先 拜托保佑一下 他是车祸来的啦 人意识是清楚的 不过他的脸有受伤 他的手脚也都会痛 一系列的检查坐下来以后 我就发现说他的脑里面有所谓的 硬膜下的粗血 脑部的粗血也是在中间 这个大脑脸的这个旁边的这个 白白的这一块 这一整片 程亮宇来说的话 他的硬膜下的粗血 当时的量还不需要到开刀 可是我们会担心说他有延迟性粗血的状况 那除此之外 他的因为有下巴骨折 我们也会担心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呼吸 那另外他有骨盆骨折的问题 那骨盆骨折问题 有一些也会有延迟性的内处血的状况 算是多从外上一个病患 所以我们就像这样的病患 我们通常都会受交互病房做治疗 脑神经外科无疑是说 他目前最好不要碰 该处置的都处置了 打那些会造成他的伤势恶化 所以我相信医生 一般脑出血在前面24小时会最厉害 那48小时里面可能八九层都会发生 脑部的部分的出血的部分就稳定 其他的内出血的部分也没有发生 这边的血就已经散掉了 你儿子才25岁 意识清楚 生命迹象稳定 能不动刀 果不动刀 他的脸部跟骨折的部分他需要开刀处理 所以就那时候就请外科跟骨科一起帮忙 帮他做这些固定的部分 这左边的牙齿整排就往下掉 骨折现在这个地方 下二骨的关节地方都有骨折 两边的骨折 这个关节面都是骨折 下八骨的骨折是一个开放性的 这个也是要优先出 所以我们要在很多优先里面 找寻最优先的 要优先帮他做 这样他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那天他是最后一个开的 然后开到他应该很累很累了吧 不需要把自己搞那么累 他只是为了让病人说 提早脱离疼痛 所以我很感谢他 他好像把我儿子当成 自己人的 下八骨开完了以后 他的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 比较不会感染 第二个 呼吸道也可以获得 第三个 要进食也比较容易 他这边已经没有像之前那样 我一起扭拔了 他的脸已经开始灰 我认得出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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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降低血 墨烧是有点冰冷的情形 所以我们担心说这个骨折 不仅是有错位 甚至有可能会有稍微压到他的血管 所以我们要赶紧做复位于手术 右手是粉碎性骨折 他说这个没办法 这一定要开 所以他把他接起来 其实亮宇比较严重的是他的一个骨盆 骨盆的有分前缘和后缘 他的前缘在上下吃骨质 会有骨折 埃及有稍微错位的情况 亮宇台因为他有包含他颅内出血 多次手术的情况 所以说我判定说这个骨盆骨折 是可以使用保守治疗 再加上他年轻人 他本身配合复健的能力又很好 有机会是在骨盆 是可以不用手术的情况之下 度过这一关这样 然后他就说骨盆我们先不要动 对因为你的自动接起来 对那我们就拼后遗症小一点 我们先不要开刀 我儿子这次运气真的很好 人家遇到一个好医生就很厉害了 他这一次三个 两个在考虑他的后遗症 能不开就不开 一个怕他疼痛 他能开了他马上帮他开 很感谢这三个医生 那时候是骨盒的值班钻石宰钓给我 他说有位年轻病人 就是好像开完刀没多久 有说胸闷 有喘 然后氧浓度比较低 那甚至他需要用到比较高浓度的氧气 呼吸不上来 对 感觉一个东西卡在这边 你知道 就卡着 然后你呼吸马上喷出 呼吸又马上喷出 所以那时候就是看到 是光是干净的 可是氧浓度还会掉那么低 所以那时候就高度怀 或者是肺床塞 像在术后的病人 大部分是因为他有卧床一段时间 他在下肢的静脉产生这些血栓 但是如果假设这些血栓往上跑 把肺的动脉塞住了 那就会造成他的血流量下降 然后氧气的交换会不好 那就可能会造成喘的情况 然后我们很快就断了扫描 很快可以抗瘾血剂治疗 整个过程其实是治疗是还蛮顺利的 李医师 我马上发现马上就治疗 那如果我出去了 我当下是没办法直接 我可能就躲在那边了 一听到肺酸塞 我想完了 这个小孩完了 我会两次都这么好运 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 完了 我叫老婆转我到火车站 到大陵火车沿路用跑的 十几分钟就到 我为什么要拼命跑 如果没救起来 那是我见我儿子最后一面的时候 李医师来的时候说 最危险的时间过了 你可以放心了 我们大概抗瘾血剂打了三天 那看起来他的心跳就降到一百一下 那人看起来也是都还蛮轻松 所以我们就把它换成口服抗瘾血剂 然后就让他转回病房 对他的笑容印象很深刻 他的笑容很灿烂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太容易 就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他可以这么乐观 我今天准备了火龙果 苹果 梨子 酪梨 芭樂 还有红萝卜 还有柠檬 水果的话我们就是当季的 我们去市场光鱼圈 便宜的 我们就买 每一样都加一些 所以整个起来 有时候是几种水果 我都会先一次性准备好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准备好了下一次要搅的时候 十几分钟就好了 只要想到它能恢复我就不累了 他这边开刀 他下二开刀 他到目前为止 都还不能吃太硬的东西 八月的时候 医生才说他还可以吃稀饭 其他都是喝奶粉 营养不足 那如果你要红色的火龙果 打起来的果子会很漂亮 小杯的就是酱鱼的 大杯就我和他爸爸 再把它喝完 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早上 起床的时候 我就是先煮他的稀饭 他不能吃太烫 所以我就先煮好以后 先浸泡冷水 然后我们就出去拜拜 拜完回来 稀饭拿着就去酱鱼那边 爸爸 这个给你买好了 等一下我去够吃 每一天一定来 然后一定会拿我们家做的东西来给我吃 对 然后 偶尔还会拿 营养品来给我 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 对 准备吃饭了 准备吃饭了 吃粥的话一个多月 他就从安养中心出来以后才开始吃粥的 因为在安养中心都是喝的牛奶那些 不能太用力 他还是铁片在固定 所以医生就建议说先不要吃太硬的东西 他等他吃饱洗牙刷牙 这段时间都是爸爸在处理 比我们还累 他是最累的 已经瘦了二十几公斤了 来的时候 因为他不能下床 所以 我水壶要放在旁边 然后他喝完了 我要备用水壶倒进去 然后他的尿壶要拿去洗 如果他有刷牙的话 那脸盆里面脏的水 我要清一清倒 要清理干净 会来做这些就是 江医师说 亮与不能备楼梯 我这一刻才有阶梯 但是轮椅来刚才好 他都不用备 他在这里掉下来 面穿在这里 他要去附建 都方便 我要帮亮与气候怎么洗脯 他比较方便 这么多的 要喝过 有困难 所以我拿着四交椅 现在站着站 他喝过就喝过了 他洗澡的时候 住人家要在他前面 江医师跟李医师说 他不能滑倒 只要跌倒就很难处理了 所以只能这么做 所以我自己先去试试看看 会住在外面 就是因为我还不能爬后梯 所以还是住在外面 天气很好 我们就去五谷 没有晒太阳 然后在那边空间又大 那就可以自我顾客 这一步见 刚开始江医师说只能站 等他能走了 我们再拿住行器走 江医师先叫他怎么走 我们回来这边才开始走 后面拉着 拉他的裤腰带拉着 只要他要站 我要拉着他的裤腰带 一直拉到 江医师说不用了 不用拉了我才没拉了 对 拉了他几个月 现在他站得稳一点了 我裤腰带不用拉 但是我手要在附近 他如果再晃动 我就要拉住他 医生是说 他的筋骨会扑起来 让他筋骨架起来 走就很正常 就会正常 只要他不会累 我们都会继续站 从第一天开始站 大概站不到一分钟 现在应该可以站十几二十分钟 他耐力变得很好 四国半月没走路了 要让他恢复他走路的感觉 走路的平衡感 他现在只能走三七步 走几步就要停下来 走几步就要停下来 出院以后 出来晒太阳以外 在就是按摩 手跟脚 对 因为会萎缩的地方 就要一直按摩 对 然后按摩越多越好 因为那也是一种附件 他说多按摩 以后对你起来站 跟走 会比较不会那么痛 他想说要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更不会肌肉微缩 更不会筋骨钉去 他站不站 腹签就会疲 他会疲 他想说如果吃了血液循环 如果他就会疲 一定觉得腹签会轻松容易 照三餐 对所以 我爸很辛苦 就是 原本 他手都吹下来 就是没手肌肉 他现在练了 哦 有点肌肉这样 你肯定要做一跳吗 呃 不会啦 他哪里好就好啊 据我们经验 三个月的躺床之下 大腿有时候都会萎缩 可是亮宇的大腿 是并没有萎缩的 你会发现说 亮宇这个人 应该是很积极的 在做床边的副检这样子 才有办法在一下床 就有办法 是站立甚至走路的情况这样子 所以这个情况 也看得出来 把爸爸对他儿子 是可以全心全力的 在照顾他儿子这样子 这样子 那个手机有没有打 有啊 摄口在里 摄乎 这边 今天要戴这个哦 好 我们每次都是这样 都坐在那边最少两个小时 我们就坐到护康巴士 在我们的时间我们再离开 师傅谢谢 他那时候是江医师说他可以开始练习站了 然后我就帮他找护健的地方 那时候我才刚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戴着尿壶这样子过了 他也是跟我讲说他都没有站过 从四月到八月已经过了四个月 他育儿应该也是差不多 可是他一直克服不了他心里的恐惧 好等一下我们来练习我们踏街的那个动作 好 右脚先 好 身体过来 右边 好 左脚慢慢上 对 很好 目前最困难的时候 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你说你站起来 那第一下 第一下都是最痛 缩肚子 身体看前面 头看前面 蛮累的 为什么会累 我第一次爬楼梯了 对对对 你要去慢慢来 好再跨一步 对很好 怕他的平衡会不稳定 所以我就会开始叫他 左右练习重心转移 来拐杖 对很好 好再来 终于可以走 现在走了 嗯 刚才算刚才走的步 但是很开心 有把握说我可以走了 好慢慢的 我的目标是 他可以放掉他的辅具 然后独立行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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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宇今天是用 欸那你在家里有没有试看 不用四脚拐 试过啊 如何如何 很稳 很稳 但是呢 太厉害了 但是呢 目前这样 比较安全感 亮宇在回门诊的时候 我发现他最让我惊奇的是 三个月的时间一到 他不仅马上站了起来 往前走几步都非常的顺畅 我那时候就非常的惊讶 很难想像亮宇当初是从鬼门关走一遭的 好亮宇我们转身 转身 据我们今天三个月的躺床之下 大腿有时候都会萎缩 可是亮宇的大腿是并没有萎缩 那两边的激励 其实亮宇那时候躺在床上 也很认真的在练习激励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为什么从轮椅到走路可以瞬间 就适应的原因 再过三四天就五个月了 真的是煎熬 从刚开始医生说叫我半夜要等电话 到现在他可以自己走了 恢复得很好 我真的很开心 真的被郭文了 因为之后要闹事 好中文的内部稿子 因为他的薪水比较稳定 以后爸妈比较不用那么担心我 以前我没有目标 目标就是撞到以后才开始有这个目标 我现在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然后尽量去做 收护生命 收护爱 守着人间的慈悲 让自己的意料 成为日不落的世界 因为奉献了一切 因为无怨也无悔 当被为他遗忘 都是照亮大爱的光辉 都是照亮大爱的光辉 每个人都没有帮助 到最后才会有点满